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从江苏苏宁俱乐部离职的刘军 有王在职业联盟中担任要职 足球报官博写道 未来 职业联盟将会在中国职业联赛规范运作中发挥巨大作用 俱乐部也将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据悉 职业联盟最早提出是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 在方案中 职业联盟甚至有过与中国足球协会评级的定位 2016年足协组建了职业联盟筹备组开展工作 各方开始正式展开多方面的协商 但因为被完全达成一致暂时搁置 2017年 曾传出即将成立怪牌的消息